子彭 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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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garet, 有很多人认为 学术研究就是躲在房里面 自己埋头虎缸 而和日常生活是脱节的 但我们商与研究就正好相反 商与研究就是源自生活 而和我们日常生活都息息相关 没错了,这一方面我们可以由小朋友开始讲起 香港有很多家长都很重视小朋友的语言发展 近年来有学术研究指出 相语儿童的脑部发展在某方面是比较有优势的 例如他们会比较有创意力 左右脑比较协调 以及是更加容易学习一个新的外语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 好像Lucy那么聪明的小朋友呢? 不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我 Mohon is Lucy 我的名字是 我的名字是 中国服吗 我 sim有gov 境有 suficiente 我想尽不music 我喜欢我的 mention 我喜欢我的ster I like my sister in Chinese 究竟一個人的母語 是否只能夠是一種語言呢? 兒童雙語第一語言獲得 BFLA 是雙語研究之中一個很重要的範疇 這個範疇的研究對象 就像Lucy一樣 由嬰兒時期開始 就接觸兩種語言的小朋友 有很多雙語兒童的家長 都會實行一個家長講一種語言的政策 讓他們的小朋友 可以對於兩種語言都有相約的接觸 BFLA所關心的問題很多 重要的譬如有 究竟小朋友是怎樣能夠 在同時獲得兩種語言的呢? 而這兩種語言在獲得的時期裏 是怎樣互相影響的呢? 即使已經過了語言發展的關鍵時期 即是critical period 但我們都同樣關心學校的語言政策 不如我們看看以下的短片 上課的時候使用熟悉的語言 可以增進私生之間的討論和交流 我們這批學生有少許白老鼠的想法 令學生更易吸取知識 會有一個虧損 即對我們來說 對學習更有興趣更有信心 如果是學校去決定的話 會是更加適合學生 母語教學 時半功倍 有關學校語言政策這個問題 其實已經爭論了很多年了 究竟母語教學 是否真的可以令到學生更有效感吸收? 究竟用普通話教中文 是否真的可以提升學生的語文能力? 語言政策 除了會直接影響學生的語言能力之外 都會影響他們對個別學科的理解 語言政策 除了會影響學生的成績 還會影響到他們升學 甚至是就語的問題 所以 這一方面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 無論是大人或是小朋友 都會有學習外語的需要 可能不同的母語 對一個人學習其他的語言 有不同的影響 有些人覺得 以中文為母語的人 學習日文會是半功倍 如果你懂得說西班牙文 那你學德文、法文等等的歐洲語言 可能會更加快捷 不知道你又會不會覺得 香港人或是以粵語為母語的人 學習普通話是更加困難的呢? 你自家的努力是百分之三十 真真正正讓你賺鈔票或者規本 百分之七十就是C 我為什麼1969年加入股票市場 兩年功夫賺到二十多萬 不是我聰明 因為香港的政治公共享處 本人就任中華人民共和國 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 少中中華人民共和國 指指澳門特別行政區 進中之受遵守法律 連接奉公 致力於維護澳門的穩定和發展 指料幻想新開發的潔能輪胎 同樣多的遙量 卻能比以前跑得更遠 如果我們可以很清晰地指出 母語對於一個人學習遠年的影響 可能我們就可以找到一個 更加有效的學習外語的方法 除了個人層面意外 社會的相語現象其實都有很多有趣的例子 香港是一個兩文三語的社會 而我們香港人說話經常都中英夾雜 在學校就有很多相語混雜使用的例子 例如我會說 今天上lecture Professor 叫我下個星期去present 那如果我們說成 今天上課 教授叫我下個星期做匯報 這樣你們覺得會不會好怪呢 你有沒有想過你會在什麼情況之下 會情不自禁地說英文呢 你晚上專制 聖一吵吵吵 你naive 兼沒有taste 啊 跳 我來救你 走開啊 我是他honey啊 shut up 我是他媽媽 不要吵啦 在一個多語的社會 語馬混雜 即是code mixing 在日常生活很多的現象 例如報章雜誌 大眾傳媒 甚至在流行谷 都是不可見的 在語言學角度 code mixing 其實是有一定的規律的 都對我們的表達 有積極的作用 社會對語言的態度 跟我們有切身的關係 廣州早前就因為媒體的語言問題 而發起一場撐粵語的運動 可見語言也是政治的一部分 一齊來唱一首屬於廣州人的歌 我們不講那麼多 我們不用囉唆 廣州文化絕對經濟口言一直傳播 一齊來唱一首屬於廣州話的歌 我們一起拍和 不敢包包嗎 緊記住珠江河 看著萬家燈火 相信廣州話一定要繼續開花結 我來說你聽什麼叫做廣州話 舊歌聲調千年歷史絕對沒有花沒有假 我唱這一首歌不是想那些什麼差什麼差 只是想說月月始終代表著廣州文化 雖然說現在好像搞到道道雙花 但是這個陽城一直都是我們極家 不管是多達啦 還是抑鬱充滿風沙 只要同生業力一定會再見到木棉花 2010亞運就到我們都需要知道 來到廣州這裏學兩語得真是幾好 問水濕濟孤寒讀書普通話怎麼表達到 廣州話學得好多得我老頭老母 語言聯繫到一個人的身份 如果我們講的是同一樣的語言 那對比起就會有當一份的認同感 如果這樣說的話 一個國家是否只能夠有一種認可的語言呢 相語甚至是多語的現象 是否真的能夠為保育語言出一份力量呢 相語或者多語的現象 又對社會有什麼影響呢 以上我們所介紹的 都是跟相語有關的議題都非常有趣 接著我們就會講一下相語研究可行的範圍 以及研究的方法 作詞曲 語言聯繫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